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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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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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师父给弟子开示开示开示几次 你只要这样有点 你脑子不灵啊 你脑子不行的 听得懂吗 你的脑子不灵啊 脑子不行啊 好吧 这样怎么让自己能够多 能够多 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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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心经啊 多多看师父的白话婆法呀 好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啊 你自己自己智商不行 要多看看有智商的人的话 要多听有智商的人的话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好了 好好的努力了 搞也搞不清楚了 你自己这样的话时间长了 脑子就会越来越差的 真正的菩萨不是说傻 真正的菩萨是破迷开悟了之后 它是一种沉淀 它是一种稳着 它是一种修养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好了 我觉得自己好像 这一件事情 一直钻在里面 一直想不通 然后看了师父的白话婆法 会 哦 原来师父讲的是这个 可是 当一下子接待没有看的话 好像没有看精灵传语 这些书籍的话 一直钻在里面 出不来 对啊 出不来就脑残呀 脑子有残废了 听懂懂吗 对不起 出得来的人就是脑子不残 像你知道吗 就是脑子坏掉了呀 人家说 对不起 我讲错了 我觉得我嘴残 嘴笨 对不对啊 嘴残是真的 嘴残是假的 脑残是真的 哈哈哈 对不起 感恩师父 听懂吗 师父感恩我佛 嗯 师父感恩我家佛台 好不好 感恩师父 还我佛慈悲呢 我家的佛台 是感恩我家 嗯 感恩我家佛台 慢好慢好 你这个人不坏 感恩师父 人不坏 脑子不灵 好了 哈哈哈 对 好吗 师父多多加持弟子 好好好 学佛师父 弟子一定努力 嗯 感恩师父 好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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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你好 喂 喂是吧 啊 你好 请讲 喂 哎呀太激动了 电话都挂掉了 喂你好 喂 师父好 弟子向师父挺安 啊 请讲啊 祝师父法体安康 常久住室 广州各国有缘众生 嗯 师父好 我们这是美美 打电话过来的 哦 师父听得到吗 听得到 请讲吧 师父 弟子向 在这里向您忏悔 嗯 这一年修得非常不好 师父 您可以 骂弟子两句吗 自己知道 不要等到有了事了 再来忏悔 早点忏悔 早点改变 那是唯一 想想你自己啊 不忘初心不懂啊 对不对啊 你一定要不忘初心啊 放得始终啊 你开始的时候 刚刚学佛的时候 你多努力啊 就像你现在这样的 你丢脸不丢脸呢 对不起师父 对不起 你非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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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非要尝到苦头了 你尝到苦头了 你才 才哭啊 觉得呢 臭要死了 对不起师父 我 我真想你 感情啊 感情出问题了 哎呀哎呀对不起了 感情不出问题啊 自自以为是的 感情师父 我会不知道啊 你们这些孩子 我告诉你 不见棺材 不掉泪的 改正的 开心的 想想开心的时候吧 现在 胡同不清的 那麽错 你要记住了 这个世界上犯了错之后 没有什麽 没有很很难有改变的 很难的 你这个业障冻下去 一定会有果报的 听不懂啊 听不懂啊 听得懂啊 改啊 还有什麽讲啊 想想了 先嘎嘎的时候 就想想 终有一天会痛苦的 不要先嘎嘎 先嘎嘎 听得懂吗 听得懂啊 听得懂啊 师父 这部 请您加持第一次 在新的意境里 广度有缘 广度有缘 然后增长智慧 多问他人 找想改师父 没出息了就是 这种孩子 你自己好的时候 就要广中善缘 不要把天上的情 带到人间来 因为天上的这个佛情 你弄到人间变成感情了 你会痛苦的 因为你跟他 不可能 在一起 不能在一起的事情 你硬要 把他扯在一起 不是给自己 知道痛苦啊 知道了师父 唱呀 离别是多麽的痛苦啊 唱呀 师父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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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我很爱你 哦 哦 现在被人家抛弃 就来爱我了 哈哈哈哈哈哈 被人家一抛弃 就还是爸爸好 哈哈哈哈 呵呵呵呵 不被人家抛弃 把把把把 把这个老爸 不知道人家酒消云外了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呵 啊 啊 我是经常 撿垃圾的呀 被人家扔掉嘛 垃圾嘛 然后我就撿回来 把它修修好 补补好 就是这样的呀 哈哈哈哈 对不对啊 我现在不是在帮你修补垃圾啊 我一定会好好守戒 谢谢师父 守戒啊 一日夫妻百日恩 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的 不要给自己制造痛苦啊 天哥干嘛要先到一定的时候 要收了呀 一直先下去啊 先到后来 一直先下去不就出事了呀 听不懂啊 听得懂啊 师父我今天没有事情了 不好意思师父 我哀你 好啊 好了再见吧 嗯 再见啊 嗯 嗯 喂你好 喂 喂 喂 师父能听到是吧 听到 请讲 喂师父你好 你好 喂 喂师父能听到是吧 听到 喂 啊 师父好弟子给师父请安 啊 给师父拜年了 感恩师父 师父 今天弟子有几个问题 请教师父 嗯 嗯 请问师父就是如果一个不学佛的人 如果他一辈子也没有做过什么坏事的话 嗯 但是他如果他脾气特别不好 这种人往生之后比较容易去哪个道啊 阿修罗呀 哦 就是脾气不好容易去阿修罗道 脾气不好有修的人全部都阿修罗 如果他没有不信佛也没有修呢 没有修不信佛的话脾气又不好那么下去了呀 哦 啊 啊 开什么玩笑 有修的人下辈子才能保证他头一个人 没修的人可能头畜生 我告诉你 嗯 嗯 明白了吗 请问师父 喂 讲吧 嗯 感恩师父就请问师父就是什么 有没有就这种灵性就是他想在 比如说想在一个人身上修行 然后他也不要小房子 就这样有这种情况吗 有的呀 他不愿意走呀 他要拿你的气场呀 他要在人间玩耍呀 他没有肉身 他只能借着你的肉身在人间游玩呀 他是上辈子死的太惨 他觉得不够 所以他就附在你身上 拿你叫你去干嘛 叫你去吃东西 他都能够品尝得到的呀 你举个简单的意思 就是像这种情况 是不是念小房子 能超度走吗 你只能坚持念呀 他不想走 你也得念念经还钱 把人家把人家请走呀 没办法的呀 嗯 师父前几天就您说过 有有那种灵性 就是他经不起大悲咒和心经 这样高的能量 那什么样的灵性会 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他经不起这种高能量的经文 小鬼呀 恶鬼呀 逃出来的鬼呀 没有 没有地府里面 地府里面很多的小鬼 他没有 没有这种类型的呀 就是说 没有这种执照的呀 哦 那像这种 还是坚持要念小房子 对呀 他不在你身上 他本来就是不合法的 像人家非法移民一样的 听得懂吗 嗯 听得懂 那师父如果他就是不要小房子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 他不要小房子 你就不给了 我经常 就是有的人 我经常送人家礼物 人家经常说 哎呀不要了 卢太长 你那不给了 哦 那那明白了 感恩师父 明白了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请问师父 如果家里面没有灵性 但是阴气很重 这个是什么原因 家里没有 没有什么 家里没有灵性 但是阴气非常重 这种是什么情况导致的呢 这种啊 嗯 阴气很重嘛 有两种 一个房子的结构 本身里面有灵性啊 只是说他常来 常不来 哦 这个地方 灵性可以来 可以不来 看图灯的时候 没看到 他来了呢 有什么办法啊 菩萨也是的呀 很多人在跪在菩萨面前 发誓的时候 是真的呀 菩萨一慈悲 给他加持了 他好了 好了他又变了呀 嗯 好了 那么接下来就交给 交给护法神管了 好了 嗯 明白那家里多放板上和香榨被揍也是管用的 对啊 还有烧小房子呀 嗯 嗯 好的明白了 谢谢师傅 请问师傅就如果油灯灭掉了之后 但是香还是染着的 那我们还可以跪着念礼佛吗 可以 有 可以 菩萨 菩萨离开了 但是你可以继续跪着 没问题的 嗯 就油灯灭了之后 我们还是可以跪的 可以 嗯 好的感恩师傅 请问师傅 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对自己守戒要求非常严格的话 那是不是应该越守戒应该感觉到越快乐 而不是越来越有压力 那当然了 你举个简单例子 你不闯红灯你应该很快乐了 因为你不会被罚呀 你闯你每次都闯想闯红灯 嗯 你终有一天被红灯罚的呀 对不对呀 或者被人家对面来的车撞了呀 嗯 那你当个手机会守得快乐呀 做好人做得快乐呀 嗯 对不对啦 手机不就做好人吗 是的 嗯 嗯 因为不造业了嘛 但是有的人他会觉得比如说要求自己 嗯 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 他会有压力 那这样他是不是一种负能量的 对呀 本身就是一种负能量 没有 他根本没有理解到手机的好处呀 你比方说明白了 你比方说一个男的他很想做坏事 看见女孩子他就动那种不好的心 你说他守戒的时候他难受不了 嗯 但是你说对不对了 应该守戒不了 对 因为守戒之后会让自己不造业 反而会更更快更傻 对了 嗯 试试看呢 造业你试试看呢 嗯 嗯 明白了 谢谢师傅 那师傅就是您之前也说过 就是对做错的事情过于执着的话 就长期之后也会形成一种忧郁 那么如何平衡自己 其实我们要经常反省自己做错的事情 然后要有忏悔心 那怎么平衡这种心态呢 做错事情 你必须忏悔 就是这种心态 做错了必须要忏悔 你明明知道做错了 你怎么平衡啊 你就知道忏悔就是平衡呀 你做错事情你还不知道 不承认自己做错 那你的心里就不平衡了呀 你就恨了呀 嗯 对不对啊 你恨别人了 不是恨自己了 恨自己容易解脱 恨别人不容易解脱 听不懂啊 嗯 听得懂 那师傅有的时候 就比如说有的人 他做错一些事情 然后他就很执着于自己这种错误 然后就会导致自己 心里很有压力 会有一种很难过的感觉 那这种是不是一种执着 还是说 他的心里有压力 所以按照心理学上来讲 这个心理的 心理状态的自然反射呀 心理学就是讲 心理这种状态的自然反射 也就是说 因为你做了这件事情了 你知道他错了 你又不肯讲出来 你又不愿意忏悔 你就任由这些不好的事情 在自己心中产生一种负能量 而这种负能量对你心脏 对你整整个的人体的那种内封闭 都会创 制造出一种不好的啊 一种细胞源 而这种细胞源 就会造成你的沮丧 精神颓废 然后你就不知道控制自己 任由自己这种不好的念头 去乱想 那么时间长了不就是depression了 忧郁症了呀 明白了吗 对对对 好了 是的 师傅说的很对 我从心理学帮你们分析啊 忏悔的 跟菩萨讲一多讲一讲 什么叫忏悔的 什么讲一讲 就是有事情的话 我们跟菩萨多忏悔 什么事情都跟菩萨多讲一讲 多忏悔的话 就能平衡我们心里的这种压力 那肯定的了 那肯定的了 压力的压力怎么来的 自己给自己找的呀 你做错事情了 你自己是不是找着压力了 对 你不做错事情 你哪里来的压力了 你告诉我呀 嗯 明白了 好的 谢谢师傅 请问师傅就是如果 家里面有不休的人 能不能跟 师傅不是说过就是我们做功德 可以避应到家人吗 那如果家里人不休的话 我们能跟菩萨讲说 愿我的功德可以避应到我的家人 这样会悲业很多 讲肯定可以讲的 悲业嘛也是真的 嗯 对不对啊 你最好讲的就是说 愿我的功德百分之多少给我爸爸 让他能够赶快相信观世音菩萨 就是这样 嗯 这样的话你百分之二十给掉了 没了嘛 他就不给你继续把你的功德给他 你不就不背了吗 哦 明白了啊 好的 谢谢师傅 啊 还有请问师傅就是 血压偏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好几种了 第一嘛 啊 血小板指数不稳 第二嘛 比较 嗯 比较冷静 啊 没有一种积极性 嗯 没有积极上上的精神 还有吗 就是对什么事情都看破红尘了 没有 没有这个对社会产生一种积极的能动能量 就是能动量 啊 你要积极的去 嗯 这种人很努力的 一会忙这个一会忙这个的 这种人就是正能量 这个人什么都懒得动 这个人就是负能量 经常懒得动的人血压就会低 嗯 经常动的人血压就会高 这还不懂啊 哦 哦 这个有关系 当然啦 你这种能不能就血压低的 这个跟我没关系 那个跟我没关系 我才不管他呢 啊 而且还找个理由 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对 对不起师傅 哦 大概师傅 呃 请问师傅就是玉是属阴的吗 还是可可给带玉啊 少带吧 平衡 虽然说是一种平衡量 但是基本上还是属阴的 玉还是跟石头有关系的呀 石头都是属阴的呀 哦 听不懂啊 哦 好的明白了 呃 嗯 师傅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有的时候 经常早上起来的时候 就会觉得后背 就是脊柱的 像压了一块石头一样 然后就会到这头也不舒服 这是业障的原因 这个跟你脊柱有毛病有关系的呀 长期的颈椎不好 会造成 测弯的 啊好了 测弯的话血液就不平衡了呀 你血液往上流的时候 它不平衡呀 一块左一块右的话 血容量到每一个器官脏浮 它都流出来都不平不平均不均匀 那么就造成你人心情不好啊 啊 血液不平衡会造成你心情不好的啊 血科人的心情很有关系的 血压高发脾气 血压低对这个世界产生啊 冷冷漠感 那不是跟血都有关系的啊 哦 是的 就是有时候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就会觉得心情不好 当然了 像师傅说的一样啊 你今天看见下雨你都会心情不好的 哦 嗯 嗯 感恩师傅 嗯 谢谢师傅 少谈感情 像你这种人们少谈感情 像你这种人们忧郁症 少谈感情 一谈感情就忧郁 怀疑这个怀疑那个 是的 你谈什么感情啊 是的 是的 你谈得出来的啊 你这个男朋友什么你都怀疑他 我知道 你还能跟他谈了 谈到后来不崩掉才怪呢 嗯 嗯 嗯 师傅我已经许愿 啊 乖一点啊 许愿们要努力一点的啊 刚刚就给他好好修 啊 太冷了 你太冷了 听得懂吧 哦我知道 所以人家说你这种女孩子们属于冷血啊 人家怎么样 怎么样跟你讲的未来啊 你也是啊 就这样了 怎么样跟你说 哎呀对不起了 个人也让自己背咯 你说像你这种人 怎么样能够把你能够使你焕发起青春的活力啊 没啦 活力跑掉了你啊 哈哈哈 对不起师傅 你的活力 你的活力在师傅这里还有这么一点点 平常家你还开心一点 对对 就像刚才前面那个女孩子 跟着师傅才开心 对呀跟着师傅才开心 在北美的女孩子 真的是这样 听话 自己男朋友把她抛弃了师傅 我好爱你 是啊老爸们专门捡垃圾的呀 感恩师傅师傅辛苦了 真的觉得没有师傅自己会做错很多事情 对呀 已经做错很多事情了 就是师傅没管住呀 是的 听懂了吗 是我自己做的不好 谢谢师傅 但是师傅 最后在这边有一个佛台小组嘛 然后你也是想请我代表他们跟师傅拜年 然后他们 19年帮助同修设了100个佛台 就是外地的和本地的都有 然后他们想感恩师傅 虽然看不到师傅 但是他们会在师傅顾忌不到的地方 好好帮助师傅弘法度人 然后也请师傅加持他们能够广度有缘 感恩师傅 很好 谢谢他们 替我向他们问好 好吗 谢谢师傅 师傅能给他们开示几句吗 开示几句吗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红法尚未成功啊 对不对呀 佛有尚需努力啊 嗯 听不懂啊 嗯 是的 好好努力了 他们还会自己努力的师傅 你们自己稍微正能量一点 听懂啊 嗯 我会好好努力的师傅 乖一点呐 不要太功高我慢 觉得自己长了长了好看 有点文化 拜出一副样子 屠杀都像你一样的 哦 好了 哦 对不起师傅 我会好好改的师傅 师傅加持我好好改毛病 好 啊 感恩师傅在改 师傅没有问题了 嗯 师傅那就这样 再见 喂 你好 哈喽 哈喽 佛帅债 泰党最后越来越难打 你好 哈喽 你哈喽 听到了 泰党 哦 听到了 太子 他还没有练完设sto 他预志 他还没有练完设sto 小王子自己认了300招单 剩下的还要去认完他吗 慢慢的念 不认完他的话 他会经常回来拿的 而且会让他太特别的难过 特别的相信啊 认了一定要 看完生意还是要认完他的 那当然了 往生意把他推得更好的地方去啊 你以为往生意就走了 我以为往生意不没有什么 不要再念了 不要再念了了 往生什么都知道 听得懂吗 第二同学问题 同学讲他认真是会换 有时会换前面 前后 有时会转轻轻 他讲如果不换的时候 他认真不适合 很像不适合 才答应 他讲那句是会换 有时会换前后 有时会换会转轻 听不懂啊 什么叫会换 画图啊 换啊 好像他在生起不到图 还是什么 讲清楚 不到图会换 还是生起会换 什么叫会换啦 会换画图啊 不是换 换啊 那个图好像他会动 会动的东西 啊 晃头 头晃 哎呦 如果不换的时候 他讲内经就不舒服 要晃 要晃了才舒服 你就让他晃好了 他讲进来才有这种事了 像这种就很简单了 跟他前世念经有关系的呀 不是有理性啊 不是 脑子脑残 明白的啊 情绪有关系的 明白的啊 台长 他是看图德官必须要才展开小环子 大概2000年的小蓝牌 台长说他就要在流离去 那要念多少小环子给他呢 他是不是有这样才展开 21章 21章念呀 台长他不好好学伯 不好好学伯们就是懈怠啊 这种人们就是无药可救 一个人有这么好的法门 还不好好念 不是无药可救啊 哦 我明白 只讲21章21章念啦 西亚西亚西亚 我进来讲这几天感到头痛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这几天感到头痛吗 你好好念一点小房积啊 好吗 是有灵性啊 应该有的 这种头痛是痛得很厉害吗 差不多 有时候就很痛一下了 那就是有灵性啊 好吧 台长 我们学习你把人家的灵性的光是什么颜色啊 台长 白的呀 关心不大白光呀 没有其他颜色的呀 你想什么颜色啦 你去染一下就好了 哦 我想要金色 金色了 你想的你啊 你去买点金色的东西 插在自己脸上就好了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好了 再见了 台长 提醒养地 提醒养地 养地 两句早点挂电话 现在时间到了早点挂电话 好好学习 新年愉快 好了 新年愉快 晚安 再见 所以一个人的境界是怎么提升的 就是靠不断的自己觉悟 要觉着才能开悟啊 你很多事情你都没感觉 人家对你好你也没感觉 觉得应该的 对不对啊 你不想到帮助别人 应该帮助别人 你不帮助别人 你也是没感觉啊 喂 师父你好 师父你好 师父亲家好 亲家好 讲吧 喂 喂 怎么搞的 喂 这个电话真的是麻烦 刚刚打通了就挂掉了 哎 所以现在 新年刚开始 万象更新 希望大家 有善良的心态 来迎接新年 那你就会得到善报 如果你觉得 自己还有很多恨的事情 烦恼的事情还没解决 那你就进入了五欲杂成当中 你就放不下 你觉得去年这个人对我不好 去年这个不好的事情发生 那你说你这种心态 你能过得好吗 所以真的有智慧的人 就要学会放下 过去的已经过去 新的啊 正在开始 所以把握好今天新的东西 你才能消除昨天的困惑 喂 喂 喂 师父 喂师父 请讲 喂 请讲 哎 师父 师父好 弟子给师父拜年了 师父在新的一年里 法体安康 红华顺利 新年之际 送师父一头 对不起师父 有点紧张是吧 送师父一首 那个藏陶诗 心灵法门 普会世间 先是菩提树 灵无明镜台 法乃佛陀路 门向大众开 普通仁义学 会世普及开 会世普及开 世人不识佛 天气灾 难来 感恩师父 你慢慢写过来 我帮你改一改吧 哈哈哈哈 好的师父 对不起师父 师父 今天有几个问题 请师父 慈悲 开始一下 师父 我们能自己的业大 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那讲吧 师父 您开始说 2020年 翻胎岁 和遗忘相比 都是加强型的 要念 岁数 双倍数量的 小王子 这些小王子 是集中一天烧 还是一个月 只烧 只要烧够了 这些小王子 就可以了 你可以分开烧 但是你必须 把这话要讲明 跟菩萨 哦 就是说 这一个月里面 烧够这些小王子 就可以了 就讲明 跟菩萨讲一讲 就可以了 好吗 如果要是没 就是一次性 最多能烧 多少这样小王子呢 是吧 好像都讲过的呀 就年初一啊 初十五啊 平时 平时最多 不要烧够 还是一张呀 哦 好的 他们没有佛台的 也可以 平时一次性 烧 一张小王子吗 师傅 没有佛台 自己想办法 弄一个张照片也好啊 拜拜 烧个小香炉 拜拜 烧个小香炉 好吧 哦 好的 好的 师傅 感谢师傅 师傅 您给大家用 中国传统文化 别 那个两个字吧 就是一个是 成心的 一个是成心的成 还有一个就是能力的能 这两个字 然后您在意大利 观音堂开光的开示中提到 在于对观世音菩萨的成 而不再能 因为能力是可以锻炼出来的 嗯 您给大家解解这两个字吧 成 一个成字 一个是能字 成是什么意思了 你看看看 成字 性呀 对不对呀 你看 你看左边是一个言 语言呀 对不对呀 语言变成你的声音 不是成性嘛 所以这个本身就是告诉你 成的人 他就远离了 这个阴谋和轨迹了 对不对呀 一个人成 他就能成功 因为语言能够让你成功 对不对呀 语言变成你的信心 是不是能够成功了 对对 这个字是不是 沿着边旁一个成功的诚呀 明白了吗 对 是的是吧 明白了是吧 因为诚子是道德方面 道德方面的 因为诚子 道德 道德方面 能力的能嘛 你 你能够驾驭这个事情 能够做这个事情 对不对呀 只是你能做 比方说你能开车 对不对呀 你会开车 但是你能开到 开到目的地吗 对不对呀 能 是啊 能是什么呢 其实能就是能量呀 现在不是量子时代吗 energy 对不对呀 他在 他在基本单元 在空间当中的运动范围的测量呀 对 他现在 所以现在很多的智能和能量 质量和能量的关系 其实就是等于爱因斯坦的关系呀 E等于MC呀 谁的呀 实际上这个是什么 一种能量转换单位呀 也就是说你今天能做 你就会产生能量 你今天能够去懂得解决这些问题 你会产生热能 电能 辐射能 核能 光能 对不对 对 要有个能量吗 这就是三维空间的转换呀 四维空间 到三维空间的一种转换的动量 量子学 里边就讲出来 维度空间不一样 那么你代表的性质就不一样 那么这个能里边 那么再跟你讲字体了 对不对呀 上面两个 两个笔 边上两个笔 什么意思啊 就是在能量上面的能量 其实你看能量上面的能量 你看看 能够在日月 上面这个像吆喝的腰一样 实际上代表白天 下面一个月 就是个月亮 白天黑夜 你的能量的上面的能量 就是一个能字 就是你能够接受它 四维空间的东西 那 是吧 这种厉害 那师傅是不是就是说 我没有对观心 因为它的诚心诚意的时候 那我们就能有 能够接受到这个日月的那种 宇宙的能量 所以我们就 就是 学佛就是接受宇宙之能量呀 很厉害的 你看玩笑啊 我没有 那就是说这种能 我不能跟你们 很多老妈妈讲这些的呀 像你一听你的声音 就知道你是有点文化的 所以我就给你讲一点文化的东西呀 感受 为什么 引力 电池 时间 它都是分布于不同的物质世界当中 所以它的质量分布的话 会产生能量的微粒子变化过程的呀 所以物质的运动是多同多样 你举个简单例子 你一跑步啊 跑步跑的 之后汗出来了 是不是人有能量了啦 是啊 好了 听不懂啊 听懂了 师傅 师傅 那您看成那么重要 那怎么才能发出那种至真至纯的诚心呢 师傅 至纯至纯 找到你的本性呀 听不懂啊 你的本性呀 你听懂啊 那师傅 那诚心这个发不出来是不是就业障所爱的 师傅 业障所爱 还有自己小爱 还有自己的嫉妒心啊 你有这种负能量的话 你就发不出这种正能量的诚心呀 哦 就是因为负能量太强了 对了 举个简单的意思 你刚刚说我去帮助他吧 你帮助这个邻居一下吧 你马上就想到 这邻居曾经害过我 这邻居万一我帮他 他觉得我有什么目的呢 这邻居 怎么样怎么样 你想的太多了 最后你决定不帮助他 是不是你曾经就被他负能量盖住了啦 对对 是的 对对 是的 对对 对对 你好好学学了 我告诉你 你们师傅 你们师傅不简单的 我告诉你 对的 我的全世界 全世界这么多人跟着台上学啊 是的 师傅 那是不是我们多看百货福法 才能从心里破迷 而从内心破迷了 那至诚至纯的诚心就出来了 能出来了 是不是 师傅 至少能挤出来一点的 因为你破迷开悟了 你就挤出来很多了呀 听不懂啊 明白了 听懂了师傅 明白了师傅 感谢师傅 感谢师傅 师傅 那个还有 还有问题 师傅 您在第一 册第一天中就讲到了 尊师重道 方可成就道业 而现在我们才意识到 这个尊师重道的重要性 准准开始许愿 师傅 师傅 您的百货福法真的是巨巨经典 自自如珍珠翡翠般珍贵 百货福法产生是 七世珍宝 引人开悟 起敌佛像 可对此 我们怎么才能更快的吸收 学好并用到自己的生活中来建设呢 师傅 您给大家说说学百货福法的窍门吧 是吧 感谢师傅 学百货福法 不要等到 不要等到有事情了 再看 等有事情了再看 当然也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最主要平时要多看 看了就融到心里 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呀 听不懂啊 融到心里面 听不懂啊 那怎么才能融到心里面呢 天天读呀 天天讲啊 就到心里的呀 天读 你天天读 天天讲 你跟人家讲 你就讲 很清楚了 对不对啊 你不管做什么事情 你就跟人家 脑子里都是师父讲的那些东西 那不就好了吗 啊 是啊 好了 是的 师父 师父啊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学佛人 如何快速的启发起我们的右脑 那就是网上有说 右脑是图像记忆 右脑的灵活 右脑灵活的人 他的记忆力会超强 是这样吗 师父 是啊 右脑吗 是这样 右脑 右脑的功能跟左脑是不一样的呀 那怎么才能把这右脑启动器灵活来 一样啊 你多训练呀 右脑的训练呀 你要说人间右脑的训练嘛 是提升你的脑力呀 对不对啊 嗯 右脑嘛就是开发 开发越多嘛 你的记忆力越强呀 记忆 记忆 什么叫知识啊 知识嘛就是记忆力呀 碰到什么事情都记不住 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 知识啦 有什么智慧啦 那师父 您跟我们讲几个技巧 让我们能够把这个右脑启发起来 对吧 经常呀 自己呀 要要懂得脑力 做一些脑力测试呀 做脑力测试 他晚上有一些那种测试 脑力测试嘛 实际上就是 就是记忆力还行不行 对一个问题的观察力 和思维能力怎么样 对不对呀 然后我们自己 要觉得我脑子里 有多少正能量 有多少负能量 对不对呀 然后要知道大脑的原理 去启发自己大脑的原理 比方说 我跟你讲一句话 跟你讲里边几个意思 你记住了几个 就是这样呀 你比方说你今天 家里妈妈教你出去买四样东西 你买回来三样东西 两样东西 说不定你的大脑不合格呀 这还不懂啊 对 那那我们怎么才能能合格呢 像你这种人一辈子都合格不了 我告诉你 大脑的东西不是完全靠训练出来的 它还有先天的 很多的孩子 先天的爸爸妈妈的记忆好 孩子就记忆好 先天爸爸妈妈脑子聪明 孩子也会聪明的 你这个不能训练训练啊 师父 多念经呀 多念经呀 多念经就可以了 多念经嘛 菩萨就在培养你的智慧啊 多念心经行吗 是吧 对呀 就是心经啊 开智慧啊 智慧不就是脑力吗 那智慧开了 是不是记忆力就会很强 对呀 你现在知道左脑是干嘛的了 左脑 左脑就是执行的 好像是 我记得师父之前讲过 我左脑执行的 然后右脑是那种 好像跟心连接的 然后能够 那个就是好像是执行 左脑跟人的左手同侧的呀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脑中风的人 跟左手 这个左手一发麻 大脑就开始 血管粘住了 血液不通了 就机器就像大脑指挥的 这个这个工作运作部一样的左脑 明白了吗 左脑是思维的一种方式 明白了吗 思维的一种方式 左脑是思维的一种方式 左脑思维的呀 那右脑呢 是吧 左脑决定人的思维逻辑 右脑来决定呀 决定之后去做呀 哦 就是 那形成是在右脑 还是左脑 对不起 左脑呀 左脑 右脑 右脑是代表祖先脑 就是你的智慧脑 右脑 那么左脑是看你眼睛看到的眼耳鼻舌生意 在你的左脑当中显现 然后经过右脑的啊 这个啊 这个智慧的把它融合 那么才会产生一种你的想法呀 哦 明白了 你知道不要以为脑筋不好用啊 好好用啊 右脑主要是靠储存的信息啊 右脑储存信息 是左脑的十万倍啊 哦 所以你去看左脑 你去看左脑的人 左面中风的人 他照样脑筋很好的 他靠右脑生活呀 什么都不懂啊 什么都不懂啊 你们 是啊 对不起师傅 对不起师傅 您家属了 我能够有记忆力差一点 好是白话复发 像你这种 还是记忆力差点好 哈哈 对 那个负能量记忆力差一点 然后存好多记忆力强一点 你好好的训练自己的左脑 增强自己的幸福感 情感的积极性 增加自己一些脑力的记忆力 对不对啊 你这样的话 左脑的话会好一点 左脑主要是可以开发的 右脑是先天的 这还不懂啊 哦 我明白了 那您说 我提高我的左脑 也照样能加强我的记忆力 对啊 我能后 想到 右脑们其实就是一种先天的呀 左脑们就是一种后天的弥补呀 靠两个脑子 合合为一的话才能 你说你能有半个脑子 是不是叫叫没脑子啦 猪脑啊 是 好了 你不就是猪脑嘛 你不就是猪脑嘛 像你这种人 就是师父讲你两句话 你还笑 别人讲你两句话 你就跳 我还不知道啊 是的 谁敢讲你啊 你告诉我谁敢讲你 感谢我 感谢我 谢谢你 感谢我 师父 就是您帮我解个梦吧 就是这个梦 工修所帮我问我 但是 但是您没有具体说 我可以再问一下吗 师父 喂 喂 师父 你现在大脑在运作不了 脑残了 运作 讲啊 讲啊 什么事情 快点啊 师父 我就是 曾经说梦 梦到您很累 开始特别短就结束了 然后要回去时 跟我握手 然后对我说 你念四万吨 你会有质的改变 师父老了特别多 然后我看了 就心里面特别心痛 梦中呢 因为师父很累 台里就取消了 师父所有的活动 找不到师父的感觉 就特别难受 师父 然后这是梦 然后师父啊 您说的 这念四万吨 是不是 就是四册白货佛法啊 这一万吨 是一册白货佛法 因为白货佛法的能量 相当的强 白货佛法是从内往外修 是不是对我来说 领悟了和学好了 前四册的白货佛法 我就会有一个质的改变 师父 能到你底下吗 师父 你脸上有质不了 你有啊 有质吗 你有质的改变 质的改变越长越大 你要靠这个活着的 你要记住了 四万吨的话 不管多少吨 你就是要 叫你加强自己内心的 那种重量 分量 就是说人要变得越来越诚实 越来越扎实 你多看白货佛法 我告诉你 不是吨的问题了 这是一种能量起的转变 听懂吗 嗯 嗯 啊 那我学好前四次 是不是会有一个质的改变吗 会 我真希望好好改变 师父 会 会啊 一定会的 哎呀 他好 好了 感谢我 好了 师父 您注意保重身体 好 我们不能没有您 好 您您师父 您应该加强我 好了 再说我让我学好白货佛法 好 那师父 我还能再问问题吗 我还有两个问题 没时间了 快点了 嗯 没没 师父 您从前开始说要净信心 一个人的信心靠什么来维持 就是要尊敬他 不是靠人家尊敬 是你自己尊敬你自己的信心 师父 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怎么才能尊敬自己的信心呢 是吧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自己有一个信心出来了 我一定要做好人 我再也不能撒谎了 你再撒谎是不是不尊敬自己了 哦 是啊 你自己说不撒谎的 你尊敬不尊敬自己的诺言了 你说你再也不做下流事情了 你做了下流事情 你是尊敬自己的诺言吧 不尊敬 好了 你说了 哎呀 我清修了 你再跟男人再去做那种事情 你看看你像个动物吧 嗯 好了 就这么简单 啊 啊 明白了 师父 哎 师父 还要最后一个问题 师父 师父 那您给大家讲一下 如何灭妄想呢 就是您曾经开始过 说妄想呢 是万恶之源 不能靠妄想来解决问题 师父 呃 怎么可以彻底的 灭这个妄想啊 师父 彻底的不可能的 你是人 你就彻底不了 你只有到了天上 啊 才能彻底 你只能灭掉大部分的妄想 就是说要修心呀 啊 修心呢 不贪啊 不贪的话 是不是妄想就没了啦 对 贪什么啦 自主常乐就好了 能够得到现在目前这一点 很满足就可以了 好了 对对 听了好吗 好了好了 就是灭 如果要是 啊 好的 好的感恩师父 嗯 祝师父新年快乐 师父 再见 啊 感恩师父啊 啊 师父再见 嗯 好 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 我们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